攻击又来了 不仅如此 这19架子军机似乎还刺伤了美国那一刻 刚刚在阿富汗遭受重挫的超级大过的雄心 由美国议员发推文称 这是中共趁美军狼狈撤出阿富汗之际试探美国及其盟友的决心 中国向台湾领空派遣核轰炸机 与英国快报6日的标题相似 新加坡海峡时报5日的报道也强调 这些军机中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 台湾周时电子报6日发表署名评论称 解放军以大兵力进行对台湾威慑演练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 台湾与特定国家进行官方互动 第二 台湾从事台独议题活动 且诉诸国际场合 第三 对美军及其盟国基建 近期在台海附近活动的反应 接近暗示图 调配 cuanto 好 两分紧